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近107歲了 然後呢就是因為自己一個人獨居在大浦的山上 其實她平常是很寂寞的 那我們去她家裡看她的時候 我們就是盡量去關懷她的需求啊 然後去看看她有什麼需要的 然後去陪她說說話 華山基金會從人類服務推廣靜老愛老精神 餘粒行道在服務外 也為人類長者準備慶生會 鼓勵外出參與活動 新北市政府計劃要在樹林的長壽公園 興建停車場以及李明活動中心 但因此需要移植公園內80多棵的樹木 父親居民表達不同的意見 希望能夠留下綠意盎然的公園 這裡是樹林的長壽公園 這兩天公園裡面的樹 有100多棵被掛上了識別牌 原因是新北市政府 即將在此興建停車場 跟李明活動中心 附近居民表達反對的意見 但是新北市政府並沒有接納 我們總共執本陳情的19次 然後打1999超過了100次 還有開過記者會 所有得到的答案都是罐頭式的 就像複製貼上那樣子 每次都說把我們的意見會再去民估 什麼什麼 但是結果就是要做 然後而且我感受到政府的做表面 跟拒絕溝通 因為我們也開過幾次協調會 答應說11月才要公布設計圖 之後才要動工 可是從我們上一次8月28日開協調會之後 就再也沒有任何新的消息 然後突然之間在中秋連假之前 貼上這些貼紙 貼上這些告示 還兩張S而已 就說今天要來動工 因為有這個公園 讓我生活覺得很愉快 就是很健康 那現在新北市政府想要把這邊 190幾棵樹都移走 所以我就反對啊 當然就是每個人 有每個人發表意見的自由 但是我們這邊就是依照我們的程序來辦理 居民表示附近綠地非常的少 他們很希望能夠保留下這個公園的樹